看没 两个出来打鱼了啊 就拿了一张网 拿了一个筐啊 这个地方吧 有隔了一个头月啊 没来打了啊 因为回老家待的有这么长时间 这个正好碰上是这个退潮啊 水位比较低啊 我们挨着这个桥盆旁边去打几网啊 看看这个鱼情怎么样啊 先把他们这个绳子给带好 像这个岸边的话 用不了这么长绳子啊 现在啊 现在我把这个手绳给收一收啊 这个绳子长了吧 可以像我这样的绕一点 是不是 然后再收好啊 这些绳子呢 要扔出去的 我拿了这个网吧 是一个三米高啊 半指的网眼 嗯 我们的七三又一样 重量是九斤钟啊 先打一网看看啊 像这个三米的网吧 比较适合打暗点啊 你提着走啊 走着走去的 它不会那么累 好 没躲好 因为网是干网啊 一定要把它抖 抖齐啊 拉线抖齐 老线抖冰再来 把刀子抖海外 就是要走啊 把刀子抖过去的 带来 把刀子抖出去了 现在就用花子就用了 冰箱去的 到了 在amat冰箱去的用 我打第一网上 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 他是有余的 整个好位置整个好 网是已经洒下去了 就看接下来这个运气好不好 到底了就可以收 现在洒这地方水不是特别深 哇塞上货 哇塞白花花都是鱼 这个网的话呢 还是拉网中东 效果是非常不错 这个半只网也抓 这个白条非常的好 找个稍微干干一点地方 把这鱼放出来 这一网话有十来条 来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一网加少吃鱼不愁 像打这一网的话一盘子也够了吧 一小碟 来放给你 看一抖的话鱼就下来了啊 非常的方便哦 小部分的鱼吧 可能会卡到上面啊 然后等会再取一下 是不是这白条哈 这还打了一个这个黄沙蟹啊 这种河蟹啊 这种吃鱼是特别鲜的啊 往这边还有好几条呢 他的头正好钻过去啊 头钻过去的取一下 这 一 忍 我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